能夠做到剛剛的效果 所以我這邊有個文字累加的一個SARP程序 做法上面跟之前講的也是一樣 就是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叫文字累加 它裡面到底做什麼事情呢? 基本上就是把我從第一列一直到第十九列 A欄到D欄的所有裡面的資料全部串在一起 串完之後的話 可是我需要怎麼樣? 我需要把它空白去掉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這個程式部分應該不算太複雜 1. 我這邊有註解了 用回圈的方式串接 I用I來代替列 J來代替欄 最後的話一樣是SandSalesI.J 所以它會怎麼串呢? 它會先把一列的資料串完之後換下一列 因為第二列裡面沒有東西 所以串的也等於沒有串 第三列第四列到第十九列 全部串完到S 所以將來所有的東西通通會放到S裡面 可是有什麼?有空白 我需要把空白去掉 我可以用什麼方式來做? 當然不外乎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用VBA裡面的函數 VBA裡面的函數 VBA裡面有一個叫replace replace 你打一個VBA.replace 不過特別注意就是說 VBA裡面的replace 跟Excel裡面那個replace的用法不一樣 OK VBA裡面的這個replace的用法 跟那個subtitude比較接近 比較接近 所以這邊的話 如果我說我今天需要用到取代的話 你可以先給它一個S 就是我們裡面的東西 然後呢 一樣的方法 豆點 第二個參數是 把那個空白的部分 畫面 OK 講半天 我想 如果要把裡面的空白去掉的話 我可以用VBA.replace 然後把這個S放過來 它取代空白之後 又丟回去給S 可以用這種方式喔 因為它會先處理後面 再丟給前面 特別注意 VBA的那個邏輯 有些同學會搞不清楚 它會先把後面的做完 前面其實只是接收最後的結果 OK 執行在後面 方向感到有點不太一樣 有些同學不太習慣 就感覺一直覺得怪怪的 沒有什麼好怪的 它就是這樣的邏輯 所以你習慣之後的話 那大概就知道它是這樣做 但是後來有同學會問說 老師可是喔 我明明習慣用的那個 用的好好的subtituture 可是你突然用replace 那可是如果我今天 我不知道VBA裡面有replace可以用啊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用那個 Essale裡面的subtiture來用呢 當然可以啊 也就是 如果說 你已經習慣用Essale裡面的函數 而你也要想要把Essale裡面的函數 拿到VBA裡面使用的話 特別注意喔 特別注意喔 有個方法 一請你把這個先註解掉好了 不要把它刪掉 第二個的話呢 這個做法喔 特別注意喔 不過你會發現 它比較長 而且非常的長 不過提供給各位參考 如果你要呼叫Essale裡面的 那個 那個 就是函數的話 第一個 你必須用到一個叫 application的物件 這個application的物件指的就是Essale本身 點 如果你點下去之後發現了 奇怪喔 它怎麼沒有出現那個什麼 沒有出現清單 那表示喔 你拼錯字了 OK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打完之後喔 打完 打完 感谢观看